歡迎來到小哥播報 看熱鬧更看門道 我是代辦播報員佳哥 宗旨史上本來一直有找外籍裁判執法 藉此提升宗旨執法水準的傳統 但宗旨自2017年之後 就未曾再有外籍裁判在宗旨一軍執法 本部影片回顧美慈體系出身的主嬸布萊恩恰伯事件 很可能就是宗旨轉區保守勝選外籍裁判的轉列點之一 2013年白羽24號 伊達新牛隊總教練徐生命意外猝死 使得球隊頓斯主帥 球团方面決定暫時由黃九龍教練 站代總教練職務 而在許總過失後 伊達新牛隊士氣受挫 四場出賽一勝三敗 9月5號新竹出戰兄弟相對 新牛隊推派完牌投手林成化先發 力球拉抬球隊戰機 以賽來到死局下半相對無人觸局一壘有人 黃絲毫打擊一毫一壞之後 來一顆外角高調球 主審布萊恩盤定投手犯規 主要是認為林成化投球啟動的set 停頓不夠明顯 有突襲投球行為 於是犀牛隊帶總教練黃九龍出來了解狀況 布萊恩並未明確解釋 並要求黃九龍回休息室 然後布萊恩轉喉走回本壘 之後黃九龍仍然要求主神解釋 為何犯規 於是布萊恩警告說 再不回去就將你趕出場 黃九龍停完後 要翻譯向布萊恩傳達 為自己剛才的態度不加道歉 於是布萊恩脱下面招後 直接將黃九龍驅逐出場 黃九龍覺得傻眼 於是走向布萊恩用肚子頂撞他 而布萊恩則是伸手推開黃九龍 但右手剛好掐在黃九龍的脖子上 犀牛隊捕手林昆森立刻架開兩人保護黃九龍 此時犀牛隊的球員立刻衝出來力挺黃九龍 心腦衝突沒有擴大 然而本場比賽5G中場休息時 布萊恩未經過同意 離開裁判休息室 打電話向警方報案 之後又打給老婆表達不安 時得場地整理完畢之後 場上所有人都在等他 經過聯盟人員勸說下 布萊恩才重新回來執法 賽奧聯盟也針對這起事件做出說明和懲處新聞稿 首先是林昇華投手犯規五物 黃九龍上來抗議 布萊恩兩次要求其退場 黃九龍不從 然後將他趕出場 布萊恩認定黃九龍拖延比賽 依裁判職權行事 判決無誤 第二點布萊恩出手掐黃九龍 以及五局中場實至離開裁判休息室報案 並打電話給妻子上訴行為嚴重不當 合計懲處布萊恩罰款五萬元競賽十場 這段期間降二軍兩週 第三點黃九龍上場抗議時 持續要求解釋後遭到驅逐出場 之後更是以胸口頂撞裁判行為 兩起事件合計罰款六萬競賽三場 以上競賽懲處從9月6號開始執行 中國時報事後報導 黃九龍表示 彈丸賽後原本已搭球隊80離場 快上高速公路之前卻接到聯盟電話 通知說布萊恩要告他 請他現在折返回球場 當黃九龍回到球場後 提議到警察局做筆錄 但布萊恩卻突然說暫時不告了 讓眾人相當的錯愕 為了自保 黃九龍隔日6號前往醫院驗傷 對於聯盟懲處坦然接受 但仍然在意林辰化被判投訴犯規 聯盟也沒有給他申訴管道 他認為聯盟欠他一個解釋 而布萊恩事後接受台北時報專訪時 表示為自己行為感到後悔 願意向黃九龍道歉 但也覺得競賽時常太多 他強調自己並非要鎖猴 是想避免情勢失控而遭受攻擊 自我保護 並表示衝突原因是語言不通 覺得翻譯的口氣不友善 不清楚翻譯怎麼跟黃九龍傳達的 看到黃九龍不退場回去 為了讓比賽恢復進行 他才拒絕回答總教練與翻譯的問題 對於布萊恩把事情發生的原因 歸咎在翻譯傳達產生 聯盟透過轉播畫面收音還原現場 證實並非翻譯的問題 使得這場裁判與總教練衝突事件 就在雙方各打50大板下畫下去點 而布萊恩在完成競賽後 於9月24日再度回到義軍執法 同年底球季結束後 沒有獲得聯盟續約離開台灣 對於布萊恩鎖猴事件 前兄弟相打者王金勇表示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美式文化更敏感於肢體侵犯 對人身安全的影響 導致意外發生 這次事件也讓美式權威執法風格被討論 王金勇曾語氣和緩詢問好球帶 就被布萊恩嚴厲制止 時任Lamigo總教練洪一中分享 有一次主審跟一雷省布萊恩對界外認定不同 但最後看得比布萊恩清楚的主審 也只能以布萊恩的判決定調 讓洪一中高聲抗議 布萊恩已經舉手準備趕人 經旁人阻攔繼續爭執 洪一中才沒被趕出去 之後中職還有在2014年2017年 短暫邀請過兩位美籍裁判執法 之後就位在有外籍裁判在義軍出賽 中職目前也以送本土裁判到國外受訓為主要方針